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玉米面 不一样的吃法 这种做法我们生活中很少去做 但是做出来,营养特别高 可以延缓衰老,美容养颜 对我们的大脑和头发还特别好 这里准备了300克玉米面 玉米面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细的 因为用这种细玉米面 比用粗玉米面 一是口感上好,二是更有利于吸收 此外还要搭配50克花生 先把里面发黄发苦的花生剪出来 因为这样的花生已经被黄曲莓感染了 吃了不好 接着再准备一勺半的黑芝麻 再搭配一点白芝麻 最后再准备6-7个核桃 我用的是薄皮核桃 徒手一剥,就能够把里面的核桃人剥出来 玉米面和花生,芝麻,核桃搭配一起吃 营养会更加倍 把核桃人剥好后,先放一边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花生倒入炒锅内 开最小火,把花生炒熟 炒至噼里啪啦的响,裂开就熟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先放一边冷却备用 接着把准备好的核桃仁下来翻炒 也是一样把它炒熟 炒至没有生味,盛出来冷却 最后再把准备好的黑白芝麻放进炒锅内 开最小火慢慢炒 芝麻很容易炒熟 炒至芝麻变色,散发出香味,盛出来 这个时候另取一只锅 先不开火,倒入准备好的300克玉米面 然后开小火,就可以炒玉米面了 大概需要10分钟的样子 炒至玉米面颜色变红 散发出玉米面的香味,就可以了 把它盛出来 放入到一个干燥无水的大碗中,先放凉 这个时候花生也已经放凉了 放凉后揉一揉 再用一个绿勺,把搓掉的花生衣露出来 倒入绞肉机里 再把核桃也加进来 最后加入黑白芝麻 把它打成碎末,不要太碎 有一点颗粒感,吃的时候会更香 打好后和玉米面放一起 用勺子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香味好浓啊 混合着玉米面,花生芝麻核桃的香味 真的是太好闻了 再提前准备好几只干净干燥的瓶子 把炒好的玉米面放进去 如果没有这样的瓶子,用干净的塑料袋也是一样的 最后把封口封盐式 像这样分成几份包装起来 一份可以放在家中吃 一份可以带到公司或者是随身携带 非常方便 炒好的玉米面,它的吃法非常简单 准备一只小碗,向里面加入2-3勺玉米面 然后用刚烧好的开水,边加边搅拌 把它充成糊糊 喜欢稠的,可以比视频中稍微再稠一点 喜欢稀的,可以稍微再稀一些 再加点蜂蜜或者白糖,会更好喝 这样做的油茶,它的口感非常的顺滑,方香 用来做一日三餐或者是减肥的代餐,特别方便 玉米面虽然是一种粗粮,但是营养价值特别高 被誉为黄金作物,有着降血压降血脂 延怀衰老的功效 尤其是和中老年朋友,多吃一点粗粮更好 像这样,保存得到的话,放上两个月都不会坏 只需要简单一做,轻松解决一个月的早餐 如果喜欢,你也试试吧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 我是阿胖,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